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个人都面对了很多的情绪 包括了很多的危机 今天我们这个敌人是隐形的 这个隐形的敌人让我们的生活造就了恐慌 甚至乎我们的收入减少 也有些我们的行动管制 让到我们做的日常生活都改变了 有很多听众都会开始担忧 未来的生活会怎么办 这个疫情几时应该会结束 我们的MCO 我们的CMCO 会在几时真正的战胜疫情 那我们看一看 今天我们的恐慌 行动管制 收入减少 或者我们的担忧 它都是短暂的现象 因为我们相信一样东西 这个疫情 我们一定会战胜这个疫情的 对吗 它都是短暂的现象 而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疫情带给我们的后遗症 这个疫情结束了之后 我们的后遗症 我们的生活的改变应该怎样去适应呢 对吧 那这边我会给大家看一看三个参考 我们参考一下历史 那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有SARS virus 那SARS呢 整个市场旅游业 它是用了六个月的时间 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才有办法回复正常 这个是SARS 在2003年 那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 韩国有一个MERS MERS virus 那旅游业用了几久呢 旅游业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有办法回复正常 那我们再看一看2008年 我们对上一次的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我们的Sup Prime Crisis 2008年 整个市场 它是用了一年的时间 才有办法的恢复正常 才有办法复苏 对不对 那这一边从历史上给了我们一个参考 就是什么 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资金 我们是否有做好准备 去度过这个六个月到一年 这个疫情带给我们的后遗症呢 好 今天我就是要跟大家sharing一下 我们有些什么方法 可以去度过这段 这个疫情带来给我们的后遗症 好吗 来 那各位 我们Facebook的朋友们 记得你要unlike 还有把这个post share出去 让我们更多的人可以得益 更多的听众可以得益 从我们这个防贷解码 如何节省防贷利息的这一个分享会 好吗 那我相信当这个疫情度过了之后 我们会创造三种人 那第一种人呢 他是严重的被疫情受影响的 这个疫情严重的影响了他的生活 他的工作 他的收入 甚至乎他的企业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过去的几个礼拜 有些M&C company 有些上市公司 他都宣布了 将会去 salary cut 我们讲的pay cut 有些20% 有些30% 那既然你的收入被影响了 cut了20%到30% 那你是否有把你的commitment 把你每个月的expenses开销 包括你还给银行的房贷 车贷 credit卡 你是否有把它reduce呢 那如果你的salary被cut30% 你的manly commitment 没有cut30%的话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不balance了 你进的钱 你出的钱还多过你进的钱 对不对 那我们要怎样去调整呢 今天这个分享会 也会教会大家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看过很多企业的老板们 开始担心了 这个CMCO 这个MCO或者这个CMCO 严重的影响了各位的那个生意 也包括严重的影响了这个现金流 那有些老板开始会想 要怎样去结束这一个企业 对吗 在这个情况下 除了结束企业 老板们最担心的东西是 现金流 让他支撑不到 对吗 那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mortgage loan 可以怎样去制造更多的现金流 那我相信我们也要感激政府 政府在三月尾四月头的时候 launch了一个叫做SRF Special Relief Fund 给各位企业家 有多一点的流动资金 去度过这个难关 但是 但是 那也有一些企业家 是没有办法申请到这个SRF的 对不对 那这个SRF呢 听说上个礼拜 已经是被申请完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企业家 还有些什么方法 可以去制造更多的流动资金呢 那今天 今天的这一个分享会呢 就是给大家多一个ideas 我们可以怎样去制造更多的流动资金 那 当然呢 这个是第一种人 第一种严重被这个疫情影响到生活的 第一种人 那我们会不会有第二种人呢 第二类人 那第二类人 第二类人我们讲的什么 第二类人是因为 我们讲的铁饭碗啊 铁饭碗 也有第二类人是因为这个疫情 而让他的企业开始更加的好 他的生意更加好的 对吗 这种是第二种人 第二种人基本上 他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 甚至会更好 因为做什么 我们讲的铁饭碗 那疫情不管怎样 你的工钱还是照样进口袋 对不对 又或者你因为疫情 而新的行业 或者新的企业 或者新的生意模式开始跑起来的 让你的生活更好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些customers 这些听众呢 可以做些什么准备 那我很坦白的 过去可能你一个700千左右 可以在 在PJ area 在巴达林寨也左右 买一间condo 1000方程到1500方程的condo 700千 那如果现在我跟你说 市场 市场上 lander property 在PJ也卖你700千 那你会不会想要upgrade啊 你会不会想要upgrade你的生活 从一个condo去lander property 给这一样的钱 你可以upgrade一个生活呢 那如果你想要upgrade的话 这边出现了一个问题 往往呢 很多购物者 很多买房子的purchaser 他们都会跟我们讲一样东西 我想要upgrade我的property 但是我应该卖了我的property 先才买啊 还是买了才卖呢 对不对 那如果你卖了 才买新的房子 你才会有你那笔钱 你才有你的那个投期钱 那你卖了才买的话 请问那三到六个月 你要住哪里啊 你不可能三个月 都住在你的酒店了嘛 对不对 那卖了才买 又好像不是很make sense 那我买了才卖呢 可是如果我买了才卖 我买的时候需要投期钱哦 那我的投期钱哪里来的 我的投期钱哪里准备的 那在这个时候 你也可以学习今天我们讲的这个 refinancing 去制造你的cash up 或者增加你的loan capacity 来让你 来让你有这个capacity和这个cash 来upgrade你的生活 那我相信 我相信在未来的六个月到一年 大家可以在市场上找到一个 我们讲的 below market value的properties 那你看到below market value的properties 你也要make sure你自己有这个流动资金 你也要make sure你自己有这个loan capacity 你才可以grab到这一个opportunity 你才可以得到这一个机会 对吗 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二种人 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 反而会稍微好一点的 ok 那第三种人呢 第三种听众呢 就是我们我身边有很多我们讲的投资者 investors 他们都跟我们说一样东西 他们等了12年 等了12年 好 这12年是为什么呢 对上一次 对上一次 他们可以买below market value的property 或者可以买便宜的股票 那个是2008年 2009年了 对吗 那他们足足等了12年 现在他们看到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是什么呢 这个机会是说 房产开始调整了 有20%below market value 有30%below market value 对吗 那也有一些股票开始调整那个价钱 你可以以一个比较便宜的价钱 去买到所谓的蓝筹股 对吗 在这个情况下 这些investors 他还可以怎样去制造更多的cash on hand呢 对吗 那你有更多的cash on hand 你就可以投资更多的房地产 股票 或者是 你可以开更多的企业 对吗 或者expand你的企业 那这一个也是我们讲的 investor也可以从今天的这一个分享会里面去得益 好吗 OK 那简单来说 这三类人 在未来的六个月到一年 他都需要这三个c 这三个c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 cash 第一cash 第二 你有cash 但是你没有loancapacity 你没有办法跟银行 借更多的钱的话 你有cash 没有capacity 你也买不到太 你投资不到太多的产业 或者你也投资不到太多的股票 所以你在未来的六个月到一年 你需要准备什么呢 cash capacity 和capital 这三个c将会在未来六个月到一年 帮助你怎样去度过这一个疫情的难关 那我讲的 只要你有流动资金 更多的流动资金 或者你增加你的capacity reduce你的commitment 那你就可以顺利地度过这个疫情 好吗 那我们今天正式进入了这一个refinancing的topic OK 在这边我相信各位买房子 那买房子 你会跟银行借钱呢 还是你会买现金呢 那在我过去12年 在这一个mortgage industry呢 80到90% of我们的customers 他都是会考虑跟银行 哪一个房屋贷款 对吗 那这个是很多 很多我们讲的malaysian 很多我们的customers 都会去做的一个决定 就是跟银行借房贷 来供这个物质 那通常他们会供多少年呢 通常他们都会maximum 供个35年 那我相信 大家 各位你们借房贷的时候 都会尽量拉长到35年 对吗 那在这边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example 我们就讲在clangvalley 我们买一个560千的property 跟银行借500千 4.5%一年的年利率 那过去10年4.5%是一个不错的利息了 那你借35年 那各位你懂不懂你跟银行借一个500千 那35年过后你总共还了给银行多少钱呢 我们看一下 你跟银行借一个500千 35年过后 你总共还给银行982千 简单来说 你买一间房子 等于你送银行一间房子 对不对 你买一间房子 你送银行一间房子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整天都会开玩笑的 跟我的朋友或者我的顾客们说 你跟银行有情啊 那为什么你要买一间房子 送一间房子给银行呢 对不对 那很多customer就会说 没办法啊 Iran 我没有cash买这间房子 我唯有跟银行借钱 对吗 那跟银行借钱 还利息 天工第一咯 对不对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了解 买房子跟银行借钱 是没有办法之下 我们要做的选择 可是我们可以选择什么呢 我们可以选择不要让银行 赚我们这样多利息 对不对 那在这边 我今天就会跟发家分享 我们怎样让银行 不要赚我们这样多利息 OK 那我们再看一看 那在这边 如果你是在2015年以前买房子的话 你在2015年以前买房子的话 我们买 我们没有property loan 我们的mortgage loan 我们的indicator都是跟着BLR的 你在2015年前买房子 跟银行借房贷的话 我们的利息都是跟着BLR来调整的 OK 那在2015年过后呢 你就是跟着BR OK 那我们再看一看下一个graph 从1993年到2015年 我们的BLR movement不停的在调整 上个礼拜我们又有好消息 我们OPR又在降低了一个50%的basis point 来到这10年最低的一个OPR 那到底BLR的上下 BLR的调整 对我们的房贷有影响吗 如果你是2015年前买property的 你是跟着BLR的 你就会发觉一样东西 最近这三个月 当你收到银行的来信 跟你说你的installment变少了 各位是不是很开心啊 我给便宜的利息了 现在银行算我少一点的利息 对 你给的利息是少了 但是 你给的利息是不是市场上最便宜呢 各位有去想想下吗 你现在给的利息是不是在市场上最便宜呢 虽然你给少过过去 你给少过过去五年或者十年的利息 但是你是不是市场上最便宜呢 那这一个呢 就是今天我想要提醒大家 去了解这一块 去做一个review on自己的loan 是否有拿到市场上最便宜的package了呢 在2015年前呢 我们每一个人的mortgage loan 都是跟着BLR的 在2015年前 我们的BLR你会看到一样东西 每一间银行 每一间银行 大概 它的BLR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当你讲说 m银行的BLR是6.6% p银行的BLR也会是6.6% c银行的BLR也会是6.6% 对吗 可是当银行从2015年转去 base rate 转去BR了之后 我们看一看 原来每一间银行的BLR已经不一样了 对吗 那我放红色呢 这个就是C银行 那C银行 今天你们看的这一个BLR的table呢 基本上是从国家银行的website abstract出来的 那国家银行呢 在上个礼拜 上个星期呢 我们调整了我们的OPR 它最新的这一个BLR package呢 还没有公布在它的网站上 可是这边有四家银行呢 已经调整了它的BLR OK 那我们看一看 C银行 C银行呢 它的BLR已经降到了5.85% 可是Hash银行呢 蓝色的Hash银行呢 它就是5.89% OK 再我们看一看黄色的 那个老虎logo的M银行呢 就5.65% OK 还有我们的P银行就5.72% 那在这边我们看到的分别是什么 为什么2015年过后 每一家银行的BLR已经不一样了呢 对吗 每一家银行的BLR已经不一样了 它跟2015年前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现在每一间银行已经不需要pack大家的BLR 因为我们新的loan已经是跟着BR了 我们不再看BR了 我们新的residential property loan 已经跟着BR了 BR了 我们不再看BR 所以银行之间的BLR已经不需要pack成一样了 OK 那但是我们2015年前申请的mortgage loan 我们的package是一样的 以前我们讲的是BLR-2% BLR-1.8% BLR-2.2% 当你跟m银行拿BR-2.2%的时候 p银行也是offer这BR-2.2% 可是因为现在BLR不一样了 因为BLR不一样了 你很有可能 你很有可能 你的package已经是给贵了的 你的interest rate已经是在高一点的一个利率了的 OK 那我们再看一看 什么叫做mortgage refinancing 简单来讲 mortgage refinancing呢 就是你从bank A 转去bank B 让到你的荷包增加金钱的 增加现金的 增加省了利息的 OK 让你荷包开心的 你才做refinancing 如果从bank A转去bank B 你荷包没有多余的钱进来的 那你就不要做 你就不要做refinancing OK 那当然了你看我们在2015年2014年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各位 以前我们的我们的telco line 我们的这个data配套 对吗 你本来199块可以在mtelco line 去得到一个git的data 对吗 199你的电话配套 199我free你一个git的internet data 对吗 那d公司呢 就做什么呢 199他给你unlimited data 那个时候是不是很多人 从m公司转去d公司啊 因为unlimited嘛 同样的价钱 我换不同的配套 那你看 telco line我们经常会换配套 对吗 unify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 加你的这个网络 我们也会换配套 甚至乎有些我们说的 我们的medical card 也会换配套 可是各位 为什么你们的房屋贷款 没有人去想过要换配套的呢 对吗 因为市场上 市场上 这一块我们讲的 mortgage refinancing 大家还很缺乏这一块的 这一个knowledge 那今天就是为什么 我们会跟大家去sharing这一块 怎样利用mortgage refinancing 来节省利息高达30% 那我们再看一下 refinancing呢 我们有五大好处 那我们可以节省利息 除了节省利息之余呢 我们可以提早 我们可以提早还完我们的房贷 OK 那我们也可以利用refinancing 制造更多的流动资金 在我们的手上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property consolidation 和reduce我们的money commitment 好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我们今天的收入 pay cut 20% 那我们也要把我们的money commitment cut 20% 这样子才可以balance我们的cash flow 对吗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refinancing的五大好处 那我们再看一看 首先第一点 节省利息 到底怎样节省利息啊 Adrian 那2009年呢 我们银行 我们银行界 我们的利息呢 都是BR-2%的 average都会在BR-2% 那刚才我们看一看 我们的BR 在其中一间银行呢 它是5.89% 对吗 5.89% 那5.89%-2%呢 它就会来到3.89% OK 那如果今天我跟银行界35年论 OK 我compare to现在 现在到上个礼拜为止呢 我们最便宜的利息 最好的mortgage package 在市场上是3.15% 那我们做一个comparison 3.89%compare to 3.15% 到底我可以节省多少钱的利息呢 我们看一看 从3.89% Bank A 我转过来Bank B 3.15% 我可以节省高达90千的利息 对吗 500千 每500千 如果我可以帮你节省90千利息的话 你们愿意吗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你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Facebook Live Checkroom那边打一个E 好吗 让我看一下 如果500千可以帮你节省90千的话 你会愿意从银行A 转过来银行B吗 这个就是我说的 3.89% 的这一个package 其实你已经是adjust了BLR 对吗 因为我们现在看着BLR是 我们的BLR for 其中一间银行是5.89 这个5.89呢 它是上个礼拜已经调整了的 那它调整了之后 你其实是给少了instormant compare to之前 but but 你给这个利息 还不是市场上最低 因为市场上最低 我们已经去到3.15% 那在这边 我就想先给大家第一个concept 只是从package wise 你已经可以节省高达90% 每500千已经可以节省高达90% 当然 在市场上有些customer会说 Aedron 90千 90千的这一个interest saving 你要我准备文件 你要我又再重新跟银行申请 那我会觉得很麻烦 我会觉得很麻烦 那 我就会给customer知道 坦白的那一句 有些什么工作 你只是photo set几份文件 就可以赚90千了 对吧 你就可以节省90千了 那这个就是refinancing了 你只是photo set好你的文件 跟银行做一个申请application 你就可以节省90千 当然了 今天 我们不只是教会大家 怎样去节省这90千 我们教会大家的 是怎样节省90千 这个利息之余 你还可以缩短你的年份 OK 我们再看一看 刚才如果我调整了利息之后 大家会看到你本来的installment 下面的那一个部分 你的installment本来是2180块 我调整了你利息之后 你的installment就会便宜了 你就会降到多少钱呢 降到1966块 你的installment降低了 对不对 可是我很坦白的跟各位说 如果今天你跟着银行 把你调整的利息降低的话 你还是需要供35年的论 对不对 你还是要供到你70岁 那如果今天我们省下来的 这200块 这200块的installment 并没有对你造成太大的生活上的改变的话 那我会劝各位 你供回一样的数目 你供回2180块 因为为什么呢 你看 如果在这一个moment 你供回一样的2180块 我们下面 我们看一看我们的money payment 在这个table那边 2181块 在新的银行 便宜的利息 我们供回一样的installment 2181块 我们将会缩短 缩短我们的loan tanner 到29年 你看到吗 利息调整 除了可以帮你拉低 你的installment之外 那你也可以因为利息调整 供回一样的价钱 而缩短你的loan tanner 在这边 我跟我很多顾客们都说 我们公司跟我们的顾客 都说一样东西 你跟银行借论借到70岁 那你打算多少岁退休啊 你打算多少岁退休啊 各位 在Facebook live的朋友 那我想了解一下 你们打算计划多少岁退休啊 有很多人说 55岁要退休 那现在我们新的GAD 那可能到60岁退休 对吗 那如果你真的是60岁退休了的话 60岁到70岁 你还需要继续供你的房贷 那请问这10年 你要怎样供你的房贷啊 你要怎样供你的房贷啊 你的房屋贷款啊 那有些人就说 我拿我的EPF来供房屋贷款 那你的EPF本来是准备给你的生活资金 对吗 那你又拿去供银行的话 这样你的生活资金哪里来啊 那有些Customer就说 我靠我的儿女养 那有时我开玩笑的就说一句话 这样你现在给你父母多少钱啊 你给父母多少家用啊 有些他们就说 听了之后也是有一点惭愧 对不对 那That's the reason 60岁到70岁 这10年我应该怎样继续供我的房贷呢 所以我会Advice我很多Customer 趁这个时候银行降低了利息 你可以做一个refinancing来缩短你的工期 只要你的这一个房屋贷款的过程中 或者我们讲的这35年 供房贷的过程中 有做过两次到三次的refinancing 基本上你就可以在70岁缩短到60岁以内 供完你的房屋贷款 懂吗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refinancing的第二个好处 你怎样可以缩短你的 你缩短你的loan tenure 缩短你的这个房屋供期 OK 那缩短房屋供期 还有一个很好的方 很好的一个advantage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看 刚才本来我们银行转银行 我们只是升90千的利息 可是现在我们供回一样的数目之后 我们除了可以shorten我们的loan tenure 我们还可以什么 我们还可以省到150千的利息 为什么呢 因为你供银行的年份少了 你的利息也会跟着给少 大家明白吗 那在缩短这个loan tenure的过程中 你还可以省更多的利息 你看我们的package一样的 3.89% 3.15% 都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省的利息 是不是多过之前的90千了 这个就是我会跟我的customer说 为什么我们500千 可以帮customer省150千的利息呢 那是因为我们叫我们的customer 怎样去manage回同一个installment 让你可以缩短你的工期 在缩短工期的期间 你可以省更多的利息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好处 怎样可以利用现在我们银行 调整了的这个配套 调整了这个利率 来减少你给银行赚的利息 和怎样提早供完你的房屋贷款 OK 那各位 我们现在就会进入第三个好处 那我们再看一看 当然呢 这一个是我们的property price index for过去的20年到30年 OK 那我们看一看 我们的房子的那个价格 是不是一直的往上升啊 从1988年到我们2017年 我们房子的价钱是不是一直往上升啊 那如果你看回这个graph 你在2009年买property是300千的话 来到2017年 你的property的市值已经去到600千 based on这个graph OK 那在这边很多人就会说 Aaron 我要卖了才可以赚这300千吗 对不对 可是现在我自己住了 这个property我自己用了 这样我看到这个property赚钱 但是我不卖我就拿不到钱 对不对 那在这一个情况怎么办呢 你可以利用你的房产 你的property再抵押给银行 或者我们讲的做债融资 你就可以cash out这一个300千出来 懂吗 那在你不需要卖你property的情况下 你一样可以跟银行贷款这一笔流动资金出来 那有些企业家呢 可能你的factory 你的工厂 或者你的店屋 你的店面 那你要拿来做生意的 对不对 那你没有可能卖了你的店屋 然后拿那个流动资金 那你怎样继续你的企业啊 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可以考虑 可以在抵押你的这一个店面 你这一个工厂 去给银行来cash out 来cash out这一个 我们讲的 你的升职空间 你的这个capital appreciation 你可以利用银行的这一个 这个房屋贷款 来cash out这一个capital appreciation 那我在这边就给了大家一个example 那这个是one of我们的customers 在2018年的时候 他来跟我们做一个refinancing OK 那他在2009年呢 就买了一间moncara的一间property 叫tiffanycara 那2009年呢 他就以468千来购买了这一个 一间房的studio unit 那你问我2009年468千买一间房 哇 真的是有一点贵哦 对吗 因为2009年400多千 基本上你可以买排屋了 你可以买lander property了 对吗 但是我这个customer呢 他就跑去买tiffanycara460千 OK 那当他2018年来跟我们做一个valuation report 就是bank valuation的时候 我们发觉有样东西 在2018年他这个property 市值830千 OK market value市值830千 那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他不卖掉 他不卖掉 他要怎样去拿这个流动资金回来呢 我们就帮他再抵押给新的银行 OK 那这个是我们的bank negara的margin of finance 第一间第二间property 你可以跟银行借90% 那第三间property开始呢 你只能跟银行借70%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2009年 他跟银行借421千 供到2018年 他只是签银行 370千 对不对 那他现在来到新的银行 新的银行 估价他的property 830千 而借他90%的话 基本上新的银行 可以借他740千的一个 total loan facilities 而他需要拿里面的portion 还去给他之前的银行 他之前银行欠多少钱啊 370千 那740千 扣掉370千 这一个customer就直接的 拥有377千的一个cash on hand 在这边大家明白吗 OK 你就可以拥有这一个 377千的cash on hand 那我经常都会问我的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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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客们 如果今天要你存钱 存300千的话 你要用几久的时间存到啊 那有些customer就会说 我可以一个月存一万块 哇 这样这个customer算很有钱了 一个月存钱存一万块 对不对 那如果他一个月存一万块 他需要三年的时间 才可以存到377千 对吗 那当然不是每一个人 像我这个customer讲 存一万块这样厉害的 因为我也存不到一万块 对啊 那我存三千块OK吗 那三千块可能在 malaysian来讲 就比较affordable 我们讲一个月存三千块 一个月存三千块 even你一个月可以存到三千块 一年你存多少 三十六千 你要十年才可以存到这377千 对吗 如果靠存钱的话 你可能要存十年 可是在这边 如果你会利用银行 来做一个leveraging的话 你可以抵押你的property 去给银行 而在这个情况下 两个月到三个月左右 这377千就会进入你的户口 让你度过这个疫情 当然了 有些人说的就是 我不想欠银行这样多钱 我不想要还这样多利息 可是我想说的东西 就是在这个疫情当中 你需要准备这三个C cash capacity和capital 那你可以从谁的身上 准备这三个C呢 那现在如果我们跟 我们的亲戚朋友 我们的亲戚朋友会跟你说 我也自身难保 还要借钱给你 不可能吗 那在这中处 就只有银行 就只有银行愿意 来帮我们度过这一个难关 我们要学会怎样 利用我们的property 来制造这个流动资金 而利用refinancing呢 我们是两个月到三个月左右 你就可以拿到这笔资金 那当然我们除了refinancing 我们在银行 我们也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更快的去利用你的property 在底下来得到更多的资金 OK 那这一块呢 到时候你可以联络我们的 或者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就在这个live里面 留言 那我们也会给一个personal的 一个advise大家 因为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讲着的这个房贷 都是很personal的 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 这个public去跟大家做sharing了 OK 那extra cash on hand 你可以来度过你企业的难关 你也可以准备 for你的investment 好像我刚才说的 有些customer想要制造更多的cash 来做investment 那你除了度过企业难关 你也可以拿来做investment 那除了说 这两样之外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property consolidation 我们可以consolidate我们的property 还记得吗 刚才我们说的 你第一间 第一间property和第二间property 可以跟银行借90% 可是第三间property开始呢 你只能借70%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怎样 我们可以怎样 让我们自己的quota 就是我们可以怎样 那我们自己可以跟银行借多时间 多一些90%呢 那在这边呢 我们讲的就是叫做property consolidation 我们可以把两间property的loan consolidate成为一间 比如说这一个customer 他cash out了他的tiffany kiaara 他cash out了他的tiffany kiaara 他多余的这177钱 可以settle他第二间property 可以在maxim residence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cash out了一个tiffany kiaara settle你的maxim residence 你是不是把两间property loan变成一间loan啊 对吗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银行 我们的银行report里面就只会看到 你只有一间property 那你就可以enjoy90%的loan margin 继续投资你的property OK 那这个是我们给customer的第一个solution OK 第一个solution 你利用你的assisting property来cash out 然后settle你第二间property 两间变一间 那我们最夸张的呢 在过去过去的三个礼拜里面呢 最夸张做过的就是 我们帮我们的customer五间property 变成一间housing loan 那在这边除了说 你可以增加你的capacity之外 还有些什么好处呢 那我跟我的customer说 这边五间property 本来这五间你都抵押给银行的 对吗 那五间你都抵押给银行 基本上五间都属于银行的 对不对 因为你的title里面会有银行的名字的 那如果你五间property consolidate成为一间的之后 有些什么好处 你其他四间呢 就不需要再抵押给银行 那这四间的ownership solely under yourself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鼓励我们的customer 做property consolidation 你五间property 只有一间需要抵押给银行 其他四间可以 竖回来 under你自己的名字 你自己的名字 那这个是我们给customer的第一个solution solution A 那我们也有solution B 这个就是说我们怎样去 set up 一间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 然后把我们这个loan 把我们这个residential loan转去我们的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 by doing this 我们也可以free up我们的capacity ok 那 next 在这边我想跟大家说 before COVID-19 before COVID-19 我公司基本上不鼓励各位利用mortgage loan来做debt consolidation 我们不鼓励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你如果拿mortgage loan来 来settle你的credit card的话 你的mortgage loan是供35年 可是你的credit card 你by你的那个minimum payment 你可能五年到七年 你就可以settle掉你的credit card了 那你何必要拉到35年呢 but after COVID-19这件事情发生呢 我会跟我的customer说 你趁这个时候利用mortgage loan来reduce你的commitment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 如果你欠100千的credit card 你每个月给5%的minimum payment 你需要每个月够5000块给银行 对不对 你需要每个月够至少5000块给银行 但是如果你把这100千 把它convert成mortgage loan 就是说利用你的mortgage loan来cash out这100千 settle你的credit card 100千的mortgage loan 你只是需要少过500块 less than500块一个月 那你看5000块跟500块 你是不是reduce了你的commitment啊 在这个情况 我会跟我的customer讲 你because of COVID-19 这一个危机 这一个疫情 你reduce你的money commitment 你reduce你的money commitment 你才可以顺利地度过这个难关 even今天我讲 你的公司pay cut20% 或者pay cut30% 那你reduce了你的这个commitment 你就可以顺利地陪着公司 或者陪着这个国家 陪着各位人民一起度过这个疫情的难关 对吗 那这个是第一点 为什么我会鼓励我的customers 去做debt consolidation 在这一个moment 当然呢 当你的经济好回的时候 当我们说的 这个疫情度过了 后遗症解决了之后 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 OK 我们的能力开始增加的时候 你就供回5000块回去 这一个mortgage loan 提早settle掉这个100千的outstanding card 我们不要供35年 我们要尽快地供完它 懂吗 OK 那这个是for credit card 那我们再看一下personal loan 我身边也有很多企业家 他在这段时间 因为要度过疫情的难关 还要继续出我们的salary 给我他的employees 他甚至乎去申请personal loan 那我也明白了 因为personal loan是最快的 大概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左右 这personal loan 就会进到他的户口了 OK 那我们看一看 100千的personal loan 你每个月要供一个2000块左右的installment 那还记得吗 各位100千的mortgage loan 我们只是需要供多少呢 我们只是需要供500块 就是说少过500块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是不是reduce your commitment 从2000块去到500块 OK 这个也是我们给我们的customers advice 怎样去reduce你的money commitment to the banks by doing that consolidation 当然 你本来接personal loan 是接10年 OK 那现在你接mortgage loan 接35年 那我还是重申 我还是要提醒各位 你reduce这个commitment 是temporary for 这一个疫情的后遗症 OK 当你的能力 当你的econom 你的那个financial ability 开始恢复的时候 麻烦各位 去供回原本的 这一个installment 2000块 so that你才可以 提早的供完 这一个loan 懂吗 那这个是for personal loan 那 好像刚才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跟各位说 这个srf 政府的这个 对于企业的一个 救济资金 救济贷款 srf 那srf呢 真的是很好的 因为是有史以来 政府推出 就是有史以来一个 很便宜的利息 才3.5%的一个贷款 3.5%罢了 那 可是它在里面呢 有稍微一点点的漏洞 就是什么呢 你必须要用5.5年 就是5年的时间 还完这个贷款 那你懂不懂 如果你跟银行借srf 一个million的话 你大概需要供16000一个月 你跟银行借srf 这一个我们讲的 企业家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印记的资金的时候 你需要供一个月16000srf 那 我想说 如果 这16000 在第七个月的时候 你要开始供的时候 你会不会很吃力啊 各位企业家们 你每个月要供16000 你会不会很吃力啊 所以你在这段时间 你拿了srf之后 你也可以考虑 怎样利用mortgage loan ok 来把这一个million convert成mortgage loan 那如果这一个million convert成mortgage loan 一个million的mortgage loan呢 你只是需要供不到5000块 那最新的利息 最新的installment 可能是4000块左右 你就可以供到了 一个million ok 那你从16000 调整到4000块 你有没有看到啊 你的committment 已经不需要这么重了 你的responsibility 已经不需要这么重了 ok 在这边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的additional tips 怎样利用我们的mortgage loan 来度过这一个 疫情 带给我们的后遗症 那当然了 我们还有我们的car loan ok 那car loan大家要特别小心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车 不可能加35年的 对吗 你今天把car loan convert过来mortgage loan 就等于这100千 你要convert成35年来够 对不对 那在这边 我想提醒大家 covid covid 带给我们的这一个难关 你可以reduce 你的committment but 当你的financial ability 恢复的时候 please please 各位 你要供回你原本的installment for这一个mortgage loan 为什么呢 因为 车 银行借你9年是有原因的 很多车 超过10年过后 你就基本上要报销了 又或者 已经没有办法在路上跑了 那如果你把你的车 convert成mortgage loan 35年的话 那你 你觉得你的车 可以35年后 还在这个路上跑吗 很难了 对不对 OK so 在这边 我还是一样的 你car loan 一样可以convert 利用你的mortgage loan 来cash out 来settle你的car loan so that reduce 你的mortgage loan but after疫情的 这一个后遗症过后 大家必须要 提高回你的这个installment 来提早 公完这一个 outstanding loan OK吗 好 OK 那我们的公司呢 就有帮各位去做一个 做一个mortgage analysis 那今天 各位有share 有like的这一个 这一个post的话 我们也会跟 跟各位去做一个免费的 免费的这个mortgage analysis 好吗 OK 那我们就看下 今天我们的sharing呢 就到此为止 那我们就看下 在座有些什么问题 你们可以发问 你们可以在facebook line 那边提问 好 那我们就会一一的 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了 OK 好 然后在年头买了一间屋子 给了头期 银行loan也批了 但是房价 OK 那如果说你已经签了你的买卖合同 你也签了你的loan agreement to be frank 你到时候要赔的钱 可能会更多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很坦白的 OK 你要去做一个调整 你看一看到底 说现在我cancel的话 我的本拿地是多少 OK 那如果我不cancel的话 到底房价 我的相差多少 那在这边 我就不好的去跟你解释 因为 你签了买卖合同 你签了这个银行的loan agreement 所有的东西 当你cancel的话 你都会有一个本拿地的 OK 那我就要帮你看看 你的本拿地 会不会太高 那如果太高的话 我不建议 我不建议各位去cancel 因为买房子呢 你只要你的holding power 够strong的话 OK 你一样可以 你的property price 一样会上回来的 懂吗 OK refinancing需要什么条件 如果已经差不多要工完的话 refinancing会否不划算 因为在拉长工期 OK refinancing of course 你一定要有固定的收入了 银行从2012年开始 我们已经实行了 我们的responsibility lending 那我们responsibility lending 讲着的就是 你要有能力还我们的房贷 银行才可以approve 因为银行不要你的property了 我不要抵押你的property 然后option出去 那不要 银行要你有能力还房贷 它才会approve你的loan 这个是第一点 那差不多工完的房屋 会不会不划算 那今天如果你refinancing 出来这个cash OK 你是打算拿去旅行的 你是打算拿去买包包的 或者拿去买手表的 OK 那你就不划算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在消费 你是跟银行借贷来消费 但是如果说 今天你refinancing出来 是在投资的 那当然了 今天这一个sharing呢 我们就是很brief的 去sharing给大家 那我在我另外一个讲座会 我会跟大家sharing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讲的 从1997年到2020年 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房屋的一个investment的 这个capital appreciation 保守估计 那我们不要讲 2009年到2014年 因为2009年到2014年 我相信每一个人 在房地产都赚大钱 我们就拉长一点 看过去 过去20年到30年的 这一个数据 那你看过去30年的数据 你就会发觉到 我们的房地产 每年一个6.74%左右的 一个成长率 6.多%的一个成长率 在上涨 那我想问一下 现在我们银行 才收一个3% 3.15%左右的利息 那你的property 每年在6.74%左右的 percentage在上涨 那简单来讲 你有赚了吗 对吗 那你赚的话 这样OK吗 那如果你今天refinancing 是拿来再投资的话 或者拿来度过你企业难关的话 那我会赞成 OK 可是如果今天refinancing 你是拿来消费的话 那你就千万不要做refinancing了 OK 因为这样子你会给银行赚更多的利息 好吗 OK And你说抵押了 速不回来 抵押了 OK 好 那你基本上你抵押了这一笔钱 我们会跟我们的customers解释 你可以怎样放在flexi loan 又或者你可以怎样放在overdraft facilities 那如果你没有用到这一笔钱的话 银行根本没有charge你任何利息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说一年后两年后 OK 你觉得你没有必要要用到这一笔资金了之后 你可以拿回这一笔钱 settle给银行 因为你的钱根本都没有通过 对不对 那你可以自己去考量 那我们之前讲的refinancing 很based on你的这一个usage OK 那你usage for investment OK 那你可以就利用银行的钱来赚钱 或者我们讲的 利用银行approve给你的资金来再投资 你就不需要靠自己存钱来投资 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refinancing 是拿来消费的话 这样就真的很冒险了 因为你消费完了 你不知道从哪里 要拿这笔钱还给银行 对吗 那如果你投资的话 你从赚到的钱 你就可以拿来还给银行了 对吗 OK Annie 好 那我们还有吗 Adrian refinancing的cost是怎样算 OK Karen refinancing呢 我们是有costing的 OK refinancing你需要给律师费 你需要给stamp duty 你需要给valuation fees 他大概是2% to 2.5% OK 那刚才还记得吗 我们一直讲的refinancing 你要让你的荷包 有多余的钱进来 你才做refinancing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不要 那刚才我跟大家share了一样东西 你可以靠refinancing 省一个150钱的利息 500钱可以省150钱的利息 而这500钱 你需要给的costing 是大概在10钱到15钱左右 那你本来可以省150钱的利息 现在你给一个15钱的话 基本上你是没有拿钱出来 你只是在你省的利息里面 拿这个costing去抵消罢了 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你net省得来就是135钱 明白吗 所以我们会帮 我们就是会给customer看整个analyse 到底值得做refinancing 还是不值得做refinancing OK 那大概2% to 2.5% 物质还没拿到cf 没有办法做refinancing 我们需要物质有cf了之后 我们才可以做refinancing 那物质没有cf 它是属于undercoin property来的 OK 今天我们的这个分享 就会到这里为止了 那大家 如果有些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iLive post那边 post 然后我们会再联络personal 联络大家了 好吗 因为我也相信 很多很多很多personal的issue 大家不方便在这边raise up OK 那大家也可以在iLive 去likeiLive的post 然后去shareiLive的post 还有follow 记得 谢谢今天我们的这个 iLive和i生活 OK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这一个 到我们的Facebook live 谢谢大家 Thank yo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